纽卡塞尔港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海港及贸易枢纽 港口连接澳大利亚全国铁路运输线以及大型货物的运输网络 目前该网络仅有50%的使用率 这具有极大的商贸物流发展空间 纽卡塞尔港开发集装箱码头的理念将为新南威尔士州进出口贸易商提供竞争力度 纽卡塞尔港集装箱码头的建成将对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和北部的出口商节约超过30%的运输费用 目前纽卡塞尔进口货物的运输卡车需要通过悉尼市的商业中心道路 这不断地增加了交通拥堵情形 纽卡塞尔港拥有土地、水域以及供应链即可进行商业开发 纽卡塞尔港集装箱码头的建设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开发年集装箱装卸容量35万标箱 第二阶段,修建两个新的集装箱装卸博位 其标箱装卸容量为120万 并修建可接纳1500米长的铁道货车线直接连接该博位 第三阶段,修建700米长的集装箱博位 其标箱装卸容量为200万,并在博位周围修建相关设施 目前,纽卡塞尔港的航道船只标箱装卸容量为3500 如果对其相关航道进行修整、扩建 标箱容量即可增加到18000 纽卡塞尔港集装箱码头的建设 将补充新南威尔士州现有供应链 这将加大对进出口贸易商的竞争力度、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并提高他们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纽卡塞尔港现有口岸、铁路和道路设施极具优势 这将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节约开支奠定基础 并加强出口商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 预知详情请联络 纽卡塞尔港